让靠靠地身体 无切心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早晨 让我们也来竭力地追求认识神 欢迎他来向我们彰显 Amen 我知道你的爱用 不失败 我知道你心事永不更改 踏上这位旨旅途我期待 你同在一路相伴不离开 你是葡萄树我是指子异 你常与我同在 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你的自身爱所建议我 去回起初的爱 再自能明白 你的心一时要我 想坐下又开战 狂张我长不知地 我宣知你作为 你的心一时在亲密中 将我长不知地 你只爱又不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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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同在 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你的自身爱做牵引火 寻回起书给爱 再只能明白 你的心已是有我 向左向右开阵 火长我长不知地 我先知你作为 你的心已是在亲密中 向我呈现 你自爱永不一转 每当我求及你 就有平安 你是五桃树 我十指子 你常与我同在 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你的自身爱做牵引火 你的自身爱做牵引火 寻回起书的爱 再只能明白 你的心已是有我 向左向右开阵 我将我长不知地 我先知你作为 你的心已是在亲密中 向我呈现 你自爱永不一转 每当我求及你 每当我求及你 就有平安 你的心已是有我 向左向右开阵 我将我长不知地 我先知你作为 你的心已是在亲密中 向我呈现 你自爱永不一转 每当我求及你 就有平安 我们是的主 就要到生我们选择 再次的来靠近你 再次的来赞美你 主啊 是的主 让我们竭力来追求 认识耶和华 主啊 是的主 到我们 抓到我们竭力来靠近你的时候 我相信 主啊 你必会临到我们 主啊 你出现雀如晨光 主啊 如早晨的太阳 会升起那样的确定 主啊 是的主 你必会临到我们 主啊 像滋润田地的干雨 主啊 像春雨秋雨一样 按时候的来滋润我们 浇灌我们的需要 主啊 是的主 欢迎你早晨 主啊 再次打开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因为来靠近你 就可以更多的 从你的话语中 从祷告中 来认识你更多 谢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的心意就是要吸引我们 来敬拜祂 吸引我们来认识祂 吸引我们 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 越来越亲近祂 昨天我们说到 祷告不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 祷告乃是我们要来听神的声音 你听到神的指示 你听到神的心意 然后顺服祂 敬拜祂 去做 顺服祂去做 你就会得着跟耶稣一样 祷告的能力 弟兄姐妹 教会需要有跟耶稣一样的 祷告的能力 祷告不仅仅是生命 祷告是能力 我们需要这样的能力 来向世人见证 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 教会需要有像耶稣一样的祷告 我们要继续来看 祷告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地方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耶稣这样教导我们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祷告是在公岛里面多 还是在私岛里面呢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 有参加很多的公岛 可是自己却没有时间 好好的关上内屋 来祷告 其实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是一个祭坛 是一个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的地方 它是一个隐秘处 只有我跟神 是我们可以跟神相遇的地方 当你进到这个内室的时候 你是跟神连结在一起的 天父就是在你的供应者 刚刚的圣经说 你虽然在暗中祷告 但是天父会查看你的 天父在暗中查看你 天父在暗中供应你 供应你的灵命 供应你的生活 供应你一切的所需 而且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跟供应的这样的互动的当中 我们与祂合而为一 如果你渴望认识神 你渴望经历神的供应 你真的需要有个人祷告的祭坛 再来我们看见 祷告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权柄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弟兄姐妹 神说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 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不只相信 我们相信我们能得神的喜悦 而且我们可以得奖赏 得赏赐 每一次祷告 都是到阿爸父的面前 祂在等你 祂要赏赐你 而你知道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吗 就是祂的权柄 能力是从权柄来的 而权柄是从爱而来 所以当我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 我到祂的面前来 祂就要给我权柄 因为这个权柄证明了我是祂的儿女 而这个权柄要带出的就是超自然的能力 能够医病 能够赶鬼 能够行神迹 神释放权柄的方式 就是借着祷告 而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我们没有办法不祷告 每天我们在面对捆绑 每天我们面对疾病 每天我们面对压力 每天我们面对许多的征战 我们怎么可以不祷告了 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轻忽你生命的挫折 我知道许多人遇到挫折就放在一边 以为时间过了就好了 不是这样 所有的挫折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瓶颈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沮丧 都是在push我们去祷告 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 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大爱 祷告吧 因为在祷告里你可以获得权柄 这就是你看到 耶稣他在医治赶鬼的时候 不用祷告很久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在帮一个人医治释放 要祷告好久 但是耶稣不用 耶稣一句话 鬼就赶出去了 一句话 病就得医治了 你羡慕吗 我非常羡慕 那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他已经在祷告里面 与父神合而为一了 他不仅把他的生命全然奉献给父神 他领受了那个儿子的权柄 然后他的祷告极有能力 一句话 神奇奇事就发生了 我好羡慕这样的祷告 我相信教会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为主成为光成为盐 再来我们看到祷告 要扩张我们属灵跟物质的界限 我们生命是有界限的 格里多后书十章十三节 我们不愿意分外的夸口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够到你们那里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如何理解界限这两个字 牧师的理解是这样 界限是指我们影响力的范围 当时保罗影响力的范围 就是到上帝给他的这个范围 叫他的界限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我们也有界限 我们也有影响力的范围 想想看你现在影响力的范围在哪里 你可能会影响你的教会里面的小组 或者你影响你教会里面的牧区 或者是你是主任牧师 你影响全教会 也许你在生活里面 你对你的家庭有影响 但是你的影响力有影响社区吗 也许你在职场里面有影响 但是你的影响力有影响到你的老板吗 你有影响到整个行业吗 神可以不断的扩张我们的界限 在祷告的里面 天不将扩张我们的界限 因为神的国度是在不断扩张 不断在倍增的 同工们 如果我们在台湾的某个城市 乡镇有影响力 祷告吧 求主扩张我们 给我们全台湾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已经有全台湾的影响力 祷告吧 我们要得着列国的影响力 总之上帝渴望扩张我们的影响力 弟兄姐妹 永远不要设限 你不要为自己设界限 界限是上帝决定的 我怎么样才可以让神扩张我的界限呢 在祷告的里面 你要对主说 主啊 我愿意脱离舒适圈 我愿意不是只做我习惯的事 我愿意去学习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我愿意领受呼召 也许神你叫我到哪一个国家去宣教 我就去吧 不要管会发生什么 不要设限 也许神就是要你拿起权柄来 为病人祷告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觉得说他没祷告 没得医治那怎么办 不要设限 仇敌常常会用怀疑 用不信 用焦虑 来绑住我们 而我们误上了仇敌的当 我们以为那是谨慎 我们误把怀疑 不信 恐惧 焦虑 变成了谨慎 求主帮助我们 那不是谨慎 那是绳索 那是捆绑你的绳索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来更新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生活 真正的认识神 有个人的祷告祭坛 在神的连结中得着神的供应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让我们的祷告生活 真的要认识祢的 在祕事里面 在内心的里面 我们来认识祢 我们在哪里交托 我们在哪里信号 我们在哪里留守 主啊我们要让你真正认识祢 我们要得着祢的供应 得着祢的保护 得着祢的引导 得着祢的愿解 主啊我们谢谢祢 祢是我们赞美祢 主啊让我们赞美祢 主谢谢祢是那乐意亲近我们的神 主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时常来到祢面前 透过祷告来与祢面对面 主让我们时常在祷告中与祢连结 知取从祢而来的能力和智慧 主谢谢祢 因为祢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 主帮助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 而是来到祢面前 因为主祢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 祢是我们一切的供应 谢谢祢耶稣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来向祢祷告 主我们愿我们的心 能够真正的认识祢 主我们说 主要在我们个人祷告祭坛 主我们要与祢有更美好的连结 主我们要深深体会主祢的同在 主我们的心 主我们要跟祢祷告 主我们要进入这个祷告的内室 关上门 主与祢相遇与祢连结 与祢合而为一 主祢是我们的天父 主祢是我们的供应者 主我们与祢建立这美好的关系 求祢满足我们的需要 并且赐下恩典与祝福 主从我们的心灵当中更新我们 主祢经历祢无限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求神来更新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生活 来领受 祷告就是要来领受属灵的权柄 我们需要医病 我们需要赶鬼 我们需要行神机 我们需要超自然的神机骑士 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 每天都有很多的黑暗权势在捆绑我们 只有神属灵的权柄 祂的大光能够来断开这一切的黑暗权势 而只有在祷告里面可以成就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祷告让我们能够 祷告自由的来到祢的面前 主是的 祷告欢迎祢今天 祷告再一次用祢的光来光照我们 祷告我有祢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祷告我们我们里面的黑暗才会被驱赶 祷告我们里面 祷告才能够挪去那个宗教主义式的祷告的那个帕子 祷告欢迎祢 祷告带领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我们真的是能够来领受那个属灵的权柄 使我们这些祷告的儿女们 拿起我们的权柄起来 祷告来做属灵的征战 主是的 祷告让我们不管是在行神机 祷告医病赶鬼这些的事情上面 祷告我们能够来对抗黑暗的权势 祷告因为魔鬼是不能够胜过我们的 祷告有谁能够拦阻或抵挡神所爱的 神所宝贝的儿女呢 祷告是的 帮助我们可以拿起那祷告的权杖 祷告就起来驱赶魔鬼 魔鬼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我们赞美祢主 是的 主啊 求祢建立一个 合乎祢心意的祷告习惯 教导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 来到父神的面前 主啊 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啊 祢就将更多的事情来教导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摇动祢的手 祢超自然的能力必来随着我们 主啊 让我们来帮助那些 困在黑暗全市的人 以及弟兄姊妹中间 行各样的神迹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我们不单单求的是神迹 而是祢自己的荣耀和能力 彰显在祢的教会当中 安慰祢的儿女也赢得更多的灵魂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生的名求 我们也求神来更新 华人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生活 我们要在祷告的里面 允许神扩张我们属灵跟物质的界限 让我们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被扩张 不仅仅是为主得人 而且我们可以在职场 家庭 校园 社区的里面 转化 复兴我们的国家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师的主我们愿意为祢来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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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ступ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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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祢耶稣 主 我们向祢祷告 主 我们说 求主扩张我们属灵的境界 主啊 求主扩张我们物质的界限 主啊 赐给我们属灵的这个洞见 主啊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 得着智慧跟启示 主 我们说 我们要明白主祢的心意 对我们的生命来呼召我们 主啊 我们说 让祢的国度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扩展 加征我们的影响力 得着力量和能力 主啊 我们要来转化 跟复兴这个国家 主啊 个人的需要 主啊 不只是我们祷告个人的需要 我们更把我们的目标 放在主啊 社会的需要当中 主啊 给我们敏锐的心 主啊 用祢的智慧跟能力 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 主 让我们活出荣耀 并且丰盛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是的 亲爱的天父 我们求祢来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对祷告的认识 主啊 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祢 我们要得着属灵的权柄 战胜一切的黑暗 主啊 我们也要求祢 来扩张我们的影响力 让我们可以影响职场 校园 社区 家庭 影响我们的国家 来归向祢 奉耶稣基督得胜了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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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向祢 你的心一时要我 像坐墙又开战 归向我长不知地 我先知你作为 你的心一时在亲密中 向我长生 向我长不知地 我先知你作为 你的心一时在亲密中 向我长生 向我长不知地 我先知你作为 你的心一时在亲密中 向我长不知地 向我长生 你自来永不一转 你当我求求祢 就有平安